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介绍一下 2035的一个战略研究报告 题目是量子物质中的衍生现象和应用 我们知道量子物质中的衍生现象 它是属于物理里面凝聚态物理范畴 那么凝聚态物理实际上通俗地讲就是一个材料物理 但当然比材料物理要广泛 那么凝聚态物理研究的是 宏观物质中的物态和量子现象 但凝聚态物理的成果已经大家说熟悉 在我们信息技术里面有四个门类 就是信息的处理 信息的存储 信息的显示和信息的传输 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 大家都有手机 手机里面就有信息的处理 那么信息的处理就基于凝聚态物理里面的 晶体管的发现1956年属于诺贝加 当然还有一个集成电路2000年属于诺贝加 你看信息的存储也是一个凝聚态 就是科学物理的一个基础研究 就是一个聚词组效应 2007年获得诺贝尔奖 但这就是现在我们信息的纯读 纯写 读写 那么还有信息的显示 液金 那么是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 当然前几年我们还有蓝光LED 那么这个也属于诺贝尔奖 也可以作为信息的显示 还有信息的传输是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 就是光铅也有我们华裔科学家高坤做了贡献 这四大关键技术里面有五次数以诺贝尔奖 如果要讲到芯片里面嵌入的技术的话 那就更多了 你像CCD等等 那么物理研究有两个维度 就是纵向和横向 纵向就是还原论 这是一个科学思想的问题 原来我们的物科学就是讲 只要我们懂得和了解了 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物质的基本单元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规律跟物理都搞清楚 那么就像我们知道分子是由原子组成 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 然后再往里面有夸克等等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了这些基本元素 我们并不能把我们所有的物质世界里面的规律 都能弄清楚 那么就导致了有个衍生论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衍生论的意思 等一下我在后面会介绍 那么衍生物理的出现呢 是1972年有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叫Phil Anderson 他在1972年写过一篇文章 叫More is different 那么这里的欢迎成中文呢 就是复杂程度不一样 它的物理规律就不一样 那么这就跟我们的还原论不一样 我们把这一套哲学思想 就是研究科学方法呢 把它称作为衍生论 那么这个衍生论里面什么意思呢 他说在复杂的每一个层次里面 都会呈现出全新的性质 并不是跟构成这个物质的 最基本的单元的性质所决定 为了理解这些新的行为 所需要做的研究 就求基础性来讲 以其他的研究相比毫不顺色 原因为什么要这样讲了 他讲这句话 1972年的时候 那时候高能物理跟粒子物理 是非常非常热的在物理里面 你做凝聚太物理 就是在物理里面 你们是讲不清楚的 所以安德森他就写了这个 所以这个more is different 也是我们凝聚太物理的一个格言 那么这是我们哲学的两个思想 那么现在我今天要谈的是物质 量子物质 那么我们现在讲量子物质 当然你也可以翻译英文 可以quantum matter 也可以quantum material 那么这个量子材料 这个概念呢 是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 两个伟大的发现 一个就是1986年的 同氧化物潮道体 还有一个就是 80年和82年的 整数和分数两种效益 80年代之前 我们的物理里面 对于物质世界里面 就是研究核外电子 跟金格振动的两个物理 但那个时候 那个电子认为它是自由电子 所以就有一个范式 这个范式我们就把它 能带结构和 狼道非米液体理论来处理就可以了 但是由于这个 80年代的超导的发现 和托普和关联电子的出现以后 就引入了托普的概念 还有一个电子关联 那当然还跟维度有关系 所以量子材料 就是牵涉的材料里面 它有很强的电子的关联 有托普性质 还有一个维度引起的量子效应 好 这个清楚了以后 在我们这套重书里面 为了讨论 就是规划我们的 战略规划 就是在量子材料里面 我们分为了六个方向 就是超导和强关联 托普量子物态 低维量子体系 还自由度偶合的量子物态体系 和极端条件下 新奇的量子物态 以及量子物质的合成和探索 量子物质的发现 我这里有一张图 80年代 90年代 现在到将来 有很多发展 然后出现了很多新的学科 你看出现了托普电子学 量子计算 现在量子计算 我想在座的连小朋友都听到 那么还有史文超导 是一个探索的 还有一个摩托电子学 就在电子学方面 有很大的领域 那么由于这个 关联电子体系 就出现了很多 原来没有观察到的 一些物理现象 你要自选有序 电荷有序 超导 轨道序 这个电子液晶像 等等这些物理概念 新的 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 在这些特殊的物态里面 会出现相关的衍生例子 我们知道 我们讲 在凝聚态物质里面 金格就是原子核 那么核外电子 就这两部分 那么金格的振动 我们用生子的概念来描述 而电子就是自由电子 但是实际上 我们刚才讲的金格 我们要用一种准粒子 生子的概念 但是我们磁性材料里面 有磁子的概念 那么我们在材料里面 你看 亥三 亥四 有超流现象 就是无阻的流动 那么有生子和旋子的概念 那么这些准粒子概念 你看超导 那么超导里面有一个 它的准粒子是什么了 它的描述的粒子就是 库博对 要两个电子形成一对 形成原来从一个费米子 变成一个玻色子 那么量子材料之前 出现以后 同时对传统的理论提出挑战 就是我讲的 对于廊道费米液体理论 提出的挑战 从原来的费米体系 到一个现在的玻色体系 甚至符合的一些准粒子体系 等等 从原来的三维 对低维和界面的问题 那么出现了很多新的一些物理 那在这样一个量子材料特征里面 它会出现很多衍生现象 就是出现很多物理的态 你要量子霍尔效应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自旋霍尔效应 高温超导 锯磁组 金属绝体 相变 多铁和磁电五合 像这一些都是一些新的一些物理态 那么更有意思的是 刚才我讲到了 在物质里面 我们研究的就是电子和生子 当然电子有两个属性 它带有自旋也有电合 同时因为不同的元素的 核外电子 它有轨道 轨道也不一样 所以它有很多元素 但总而言之 原来我们用狼道费米液体理论 就是用一个准粒子的概念 但实际上 我们由于出现这些衍生现象里面 就会在我们的 凝聚态物质的眼镜中 发现的这些量子态里面 有迪拉克费米子 威尔费米子 马云伦拉费米子 磁丹吉 斯卡明子 而这些粒子的是 我们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 它们认为应该存在于自然界的粒子 但它们一直没有观察到 反而是在物质科学里面 出现了很多一些量子态里面 要需要这样一些准粒子 而这些准粒子的性质 跟粒子物理 真实的 它们研究的粒子的性质 是完全一样的属性 那么所以出现新的物理 那么当了量子物理的应有 如果假裁 你要磁性材料 可以作为信息的准处 你要超导和托普 可以作为低能耗的电子学 那么低微材料 可以作为新型量子器件 托普一超导 做现在量子计算 你要么量子计算有方案 有超导量子计算 有托普量子计算 那么就是基于 这样一些新的物理 还有一个摩尔定理 毕竟到现在的极限 集成电路受到很大的挑战 它的挑战里面 有很多瓶颈 那么这些瓶颈的话 在现在我们是 硅基材料里面 进行半导体 那么摩尔定理适合于 那么在未来的量子材料里面 会出现什么 在现在的半导体 集成电路 已经进入 10纳米的一个技术节点 非常接近物理的极限的情况下 它的应用方面 存在三大瓶颈 一个是功耗瓶颈 一个是速度瓶颈 还有一个制造瓶颈 那么制造瓶颈 我们知道 大家都听说芯片 8个纳米 3个纳米 5个纳米的节点 那么这些节点的原因 你看我们现在被卡脖子的 就是你看光刻机 那么你要做的这么小的 三个节点的 这个所需要的光源 进行光刻的话 你就必须你的波长 要小于这个 你不小于这个 你达不到这个分辨率 做不好这样的器件 所以制造瓶颈 还有一个功耗瓶颈 就是我们国家 现有大数据中心 现在 这个还是我说 2021年的数据 现在我们国内大数据中心 所消耗的电费 占整个电费的6% 就能耗的6% 那么并且据说 还是以8%的速度增长 你们想一想 如果这样的发展下 现在我们人工智能也好 切的GPT也好等等 都要基于大数据 进行计算的前提下 能耗能不能走下去 是我们科学家 应该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继续发展 新一代的低能耗的信息技术 那么在这些方面 我们实际上 物理学家 也就是我们这个领域的科学家 在很早 你看我们就已经开始去研究 磁性半导体 为什么要研究磁性半导体 我们现在的晶体管的原理 是通过电厂控制电流 调控的是电子 但电子的相互作用能量很高 如果我们有办法来调控自旋的话 它的能量可以低 三到四个量级 这样的话 我们的功耗就可以 大大地降下来 但是目前为止 还在研究中 那么如果我们来调控 电子的另一个属性自旋的话 那么的功耗可以降低很多 你看非异性存储器 存体一体化 内脑计算等等 那么基于量子材料 要发展自旋电子学 托普电子学 磁电偶和 有望发展出新一代的 低能耗信息技术 来解决功耗的问题 那么托普 本来是一个数学概念 凝聚态物质 从一个物态 到另外一个物态的变化的时候 原来是用对称性来描述 就是说你从这个物态 到那个物态 你像冰 水都是水 固态的水 跟液态的水 它的对称性是不一样的 固态的对称性更高 那么用对称性来描述 但是现在在有些物质 尤其是我刚才讲的量子 霍尔夏韵发现以后 用对称性是不能描述 物态之间的变化 必须要有托普的不变量 就出现新的物理 但由于这种托普物理的出现 所谓托普量子态的特点 它是无损耗的输运 托普的稳定性 手性反常 并且是有非弗阿贝尔统计 那么刚才讲的量子计算里面 不管你是超导的也要 托普的也要 必须满足非阿贝尔统计 这样才能往下走 所以托普量子体系 具有非常丰富和吸引的物理现象 并预与着革命性的 这些技术的发展 那举一个例子 你像石墨锡 石墨锡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石墨的单层 石墨的话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普通的物质材料 它的性质 就可以用狼道非敏液体理论来描述 但是单层以后 完全物质一样 它就变成一个托普材料 所以它是一个 无能锡的迪拉克费米子 从原来的电子 所以它有非常奇特的性能 你看它有非常好的迁移力 有非常好的热道 它的电阻比金属银的电阻率还要低 那么是一个极其反常的一个性质 那么这些都原因它是托普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低功耗 现在我们基于硅的话 我们是想降低它的低功耗 但是非常遗憾 当时对石墨锡寄予很大的厚望 但是发现它没有能锡 没有能锡就不够能构成半导体 那么你像我们跟这个复旦大学 张远博他们就发现内力 黑磷这样的一些量子材料 所以它有能锡 它可以从0.3到1.8个电子负责可调 所以可以作为半导体 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半导体材料的一个候选 所以托普物态的重要 从硬域基础到硬域有三个方面 存在磁性 超导等多关联的一个托普体系 打破了原来的体边对应的原则 变成了新的托普物态 那么飞蛾米体系等等 还有新奇的光电磁等 波色等等效应 那么在量子货尔效应 反常量子货尔效应中 它们的输印过程中是没有能耗的 是一个无损耗的过程 是一个量子效应 刚才主持人问 超导跟量子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告诉大家 超导是人类观察到的第一个宏观量子效应 所以超导是1911年发现的 大家知道量子力学建立是上个世纪 30年代到40年代才完全建立 也就是在量子力学还没有建成之前 已经能不能观察到了 由于量子力学原理下的量子效应 这就是超导 那么对于低维体系 我刚才讲了 低维体系我刚才已经介绍过 就是说你像石墨跟石墨烯的关系 那么你看这里是台积电 为了制造两个纳米以下 所需要引路的二维材料 那么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所以二维半导体 是元系摩尔地利的重要材料 也是一类量子材料 那么低维体系它有很多 它从技术研究来讲 是通过单原子和电子自旋地 构造一些新奇的物态 另一个应用方面来讲 它可以在实现高速 低功耗和信息功能器件 和存储器件 那么多自由度的偶合物态 也是我们量子材料 研究的一个方向 它从电子学的角度来讲 量子材料里面有多自由度 原来我讲的 在常规我们现有的 蓝道费米液理论里面 只考虑是电子和金格的振动 由于它有自选轨道等等 那么它存在多自由的物理态 可以实现内脑 纯类计算的一些应用基础 从电子学有三大出路 可以做出更好的信息存储器件 纯类的计算器件 和内脑的计算器件 那么量子材料 有多自由的原因 它可以决定 如何选择决定 内脑和纯类计算器的壮胆 取决于它的材料和器件的行为 那么在极端条件下的 新奇量子材料 在我这里画了一张图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温度越低 你看观察到了很多那些红点 下图的一个红点的图 就是一个物态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在物理里面 发现一个新的物态 基本上就是一个 诺贝尔奖的基础工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随着温度的降低 它的量子效应 物态就表现得越明显 这是原因量子效应 是跟温度的导数成反比的 你温度越低 量子效应就越强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就是 超冷原子开展的量子计算和模拟 那么是通过超冷原子的技术 量子敞轮量子材料和超导物理 等等一起结合 来实现量子计算机的一些基本功能 来为解决我们现在高温超导 复杂体系等等方面提供一些计算 那么当然讲的量子材料 我们要探索新的物质和合成 那么在这个方面的应用方面 当年我们写这本书是2020年开始 当然到现在结束 实际上我们当时的话 我们就高通量的实验的 材料基因组计划 还在计划之中 现在我们科学院在 就怀柔建的实验室里面 就已经可以做高通量计算 做高通量的合成 高通量的计算和高通量合成 为材料的探索了 打开了很好的基础 但是技术也有很大的挑战 原来从我们要做的材料的话 都是厘米尺寸的这样一个秤底 现在从厘米到微米的这个结构 我们要能表证 在厘米到微米的输印 我们也能进行 那么这个非常重要 实际上我们国家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国家现在做得很好 但是非常遗憾 到目前为止 我们国家没有真正发现 一个有重要物理现象的量子材料 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要自立 我们科学家们 自立的发现新奇的新品牌 中国品牌的量子物质 然后展现出新的一些物理效应 如果有这样的话 就类似于石墨烯这样 你看石墨烯发现 就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这一方面是我们国家 现在应该加强的 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开始 有很好的基础 另外一个就是调控材料 来获得更多的物态 你看转角石墨烯 出现可以出现超导 转角高温超导体 可以出现非常奇特的 配对对称性的机制 转角石墨烯可以发现 反常量子霍尔效应 转角石墨烯可以看到 半导体的威格拉晶体的效应 等等 那么当然还有理论 跟实验 跟设备 结合起来的一些技术应用 时间关系我就 那么讲到量子材料 不得不讲超导 我刚才讲的了 超导是人类观察的 第一个宏观量子效应 所以超导体 就是一个量子材料 那么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 超导已经有五次 十个人获得洛伯尔奖 那么但是 超导仍然有很大的挑战 主要的挑战 包括同样 铜机和铁机高温超导的 非常规机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解决 同样化物超导体 是上个世纪86年发现 已经将近40年了 但机理一直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的原因 因为我们原来 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冷来是用 狼道费敏液体理论 来处理一个 强关联电子体系 我认为在这方面 我们的科学家 已经提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也在 做这件事情 科学院学委会 除了我们组织 跟基金委合作 写这本书以外 实际上我们科学院 在布局了青年团队的时候 已经开始探索史文超导 就是要突破原来的 狼道费敏液体理论 能否建立新的机制 我个人的观点 但不一定对 不突破这个框架 我们很难来完善 和建立非常规超导体的机理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学科方向 重要的就是 史文超导体的探索 还有超导的应用 超导的应用 你要超导量子计算机 托普量子计算机 这些都是我们应用的一个前景 那么超导里面 约瑟芬杰效应 和金字伯格狼道理论的 这两个 奠定了一个超导的电子学 超导电子学的存在 使得超导材料 是一个信息材料 同时 金字伯格狼道的 违向理论 奠定了强电的应用 强电的应用 因为它是无主宰流 超导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 就是超导 在通以电流的时候 它没有交额损耗 不会发热 就没有无谓的功耗 这是它的一个应用 所以由于它的 金字伯格狼道理论 解决要强电应用的方面 所以它也是个人员材料 一个材料 既是信息材料 也是人员材料 很少 但我们现在的 硅材料是这样的 你看硅是我们芯片 是信息材料 但作于光伏的应用 它又是人员材料 所以超导 在这方面 是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现在我要再讲一下 就是关于高性能计算的问题 就是高性能计算机 我讲的大数据 要高性能计算 高性能计算 但是我们的功耗特别大 举一个例子 若以我们国家 现在的半导体的技术的话 要建议它一级的 一级的超级计算机的话 一级是怎么意思 每秒运算能力 是百亿亿万次的数学运算 它的一年的消耗的电费是多少 三峡的三分之一 也就三峡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只能供三台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 一级的 所以这个功耗是很难走得下去的 美国人员部明确规定 一个基于半导体的 一级计算机的功耗 不得高于20兆万 那我们现在 一台一级的功耗是多少 你们知道吗 3.5个G万 所以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要节省这个功耗怎么办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计算能力 一是我们现在应用的是 半导体计算机 我们未来是量子计算机 那么在中间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超导计算机 在这一点 科学院已经提前布局 已经完成 实际上就是已经运行 用超导作为CPU CPU的认证 就是实验认证都已经成功了 那么为什么超导计算机 跟半导体计算机有优势 这里我讲一下 它的器件里面 的核心器件操控的原理 超导是约瑟芬结效应 半导体的就是PN结晶体管 而在超导里面 操控的是单磁通量子 而在半导体操控的是CMOS 所以它的速度 比半导体的要快两个量级 功耗要低五个量级 应用的生态 跟半导体是可兼容的 那么超导里面 另外一个应用 就是室温超导 那么现在 在长压下的室温超导 是不能实现的 在长压下 现在超导临界温度最高 是多少呢 132K 那么在高压下面 负氢材料 已经可以达到260K 那大家也知道 前段时间 美国那个Dias Rogester大学 他们说室温超导 但它那个室温超导 重点不是室温超导 重点是在实现室温超导 只要一两个GP 一两个GP 就是一两万个大气压 一两万个大气压 对于物理来讲 不算高 是可以在材料 用别的方法来稳定 但实际上 现在这个结果 还有待考证 好 那么我们讲了 人类的文明 是可以用材料来发分 原来是石器石器 青铜器石器 铁器 钢铁 那么现在是硅 因为我们的 每个人口袋里都有 手机 笔记本里面 都有硅基材料 再一个光伏也是 那么下一代 可能 我只讲可能 能取代硅基的材料 是什么呢 我认为量子材料 有这个潜力 好 最后我的报告 再总结一下 就是材料是可以改变世界 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新材料的发现 可以推动科学的发现 和技术的发展 新材料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推成新的产业 材料是所有制造业 芯片等期限的基础 也是我们信息技术 和人员技术的支撑 那么在我的报告结束之前 我要感谢一下 我们量子物质和应用的 这本战略书的 战略顾问组和秘书组们 好 最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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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